大家好,今天带大家来逛上海的曲富路 现在是上海2024年11月的上旬 曲富路是一条非常短的马路,好像不足一公里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浙江北路和曲富路包括天同路的一个交叉路口 从这边才真正开始是曲富路 我们看一下,短短可能十几二十几年 有很多人原来的家可能在曲富路 但是早已变换了模样 现在这边也都是高楼 算是豪宅吧 这边也是 因为临近苏州河这边的房价可能都要接近20万一平了 再来看一下 这边是高层 30多层应该有 但是看这个建筑 这个样式质量应该都不差 对面这栋建筑应该是有年头了,现在是锦来酒店在经营 一种红砖的房子 原来这边都是那种老旧的弄堂 曲富路66号 现在是叫中良城还是什么 这边一直在建啊,建了很长时间感觉 那前面就到了这个大悦城 也是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一座商场啊 在上海的 这个二次元啊,领域的话应该说是有一席之地的 我们来看一下 曲富路 其实你说宽吧,也还挺宽的 那前面就到了这个曲富路的地铁口啊 也是大悦城 好,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大悦城啊 它分为南北两座 大悦城在印象中好像是在一几年 14年还是什么时候,15年 可能往后一点啊 差不多十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啊 可能还没到十年啊 那边是摩天轮啊 爱情地标啊 号称位 这边这些建筑 也是应该是在五年之内啊 新建好的 所以也是非常年轻啊 然后曲富路啊 这种更新也是非常快的 现在上海建设的还是不错的啊 你看周边都是建这种高楼 以前像前面那块 可能是安庆路啊 什么各种路啊 交汇口那边都是低矮的弄堂房子 甚至说蓬库区 现在全部都变成这种高楼了 走 走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 大悦城 这边是地铁八号线十二号线的五号口 我们再往前看一下 这栋建筑呢 建设的还是挺有特色的 据说是 艺术的展览中心 来看一下这边 大悦城下面 有一个静安区的二十四小时的自住图书馆 这个应该是办一张卡 然后二十四小时可以借阅的话 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 读者证啊 要缴纳一百元押金 然后美镇可借中文书刊十五册 好像原来是最早是五册 后面是十册 现在是十五册 借期二十八天啊 这边这些书 二十四小时可还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 喜茶 前面就到了西藏北路和曲夫路的一个交汇口位置 这边是小米啊 大悦城的小米店 很多人喜欢来大悦城Course 也是年轻流行的一种文化吧 你看前面 就是Course啊 一头火红的长发 走我们再向前去逛一下 马上应该这个曲夫路 也走到尽头了 我们现在从西藏北路这边过 刚洒好水的西藏北路 稍等一下下 走绿灯了 这边是曲夫的西路 曲夫西路啊 看一下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吧 曲夫路 曲夫路 这样的字号口 走 走 看一下啊 你看对面 有些楼层明显可以看出它的年龄段啊 像我最左手边这栋建筑 应该就是有年头了 至少有几十年了 但是像中间这个建筑呢 就是明显看出来 就是近一两年新建的 也是旧貌换新颜啊 再来看一下 这边要穿过近圆路 这边是上海奇院实验小学 一所小学啊 小学你看 这个建筑都建的很有特色很漂亮 走 我们再向前看一下 那再向前可能走个一百米左右 就到了曲夫路的一个尽头了 看一下 对面都是新建的房子 新楼啊 看得出来的 这里面是小学啊 这小学建设的还是蛮好的啊 有这种新的跑道 这应该是一所特色小学 可以看出来外面这个建的也是不久啊 这些建筑 好了这边是 呃 国庆路 那么曲夫路 差不多啊 差不多啊 也是到这边啊 就应该差不多结束了 那对面那层楼还写了这个速度 看一下 好今天就拍到这里吧 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想看的地方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观看